博士透过这些问答 好像我们在某个层面已经开始跟你共振 一起共修 有时候我也会体会到说 我问问题的时候的状态 跟听到你的答复的时候状态 那状态已经不一样了 在这边我想问就是说 因为每个人背景不一样 过去所学的不一样 所知道不一样 正在遇到的瓶颈也不同 对你来说 从全部生命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问问题的时候 是怎样的出发点是最合适的呢 问问题的出发点 只要诚恳又轻松就好了 把自己交给心 心会带着 带着你 问妥当的问题 心流出来的 一切 都自然是诚恳 自然是真的 让自己的真心流出来 这样子最多就好了 倒不要 透过头脑 去问问题 把这个全部生命系列 当做一种学问 当做一种什么知识 来追求 假如你仔细听 很多问题 其实它都是从左脑流出来的 可能希望我 针对某一个重点 某一个学问 哪一派 做一个区隔 做一个说明 这些我讲很坦白 其实一点用都没有 也许在知识的层面 在分别的层面 可以带来一些不同的一些理念 但是理念越多 不是我们受到制约也越多吗 我想仔细想 这答案是相当清楚 所以我才会不断的提醒大家 就是用心来带的走下去 不光是这个问题 问的是从心流出来 那一个人只要从心流出来的问题 别人一听就知道 他不光是诚恳 他可能就是一种不同的层面 跟逻辑 跟头脑的层面 好像不一样 别人听马上就知道 跟自己的可能现在遇到的困难 生活所碰到的种种的考验 都可能让一个人 有一种急迫感 从心里面流出来 想知道 想解脱 想从这个人间跳出来 那别人一听 都知道 都晓得 不光如此 我想从心的层面流出来 自然他不是属于一种逻辑 或是一种比较 或是一种知识的范围 在做说明 所以他也不会在意 一个人也不需要在意 别人怎么说 过去的人怎么说 哪一个学派 或是哪一个学问 中间里面的一种区隔 也好一些细节 是要怎么去把它归纳 或是要怎么去比较 这些其实都不重要 知道了 也不重要 就是因为你知道太多 我一直在表达 人太聪明 分别心太重 懂得科技 又懂得各式各样的领域 所以才没办法解开 所以才充满的矛盾 从这个人间 绝对看不到边 更不用讲 可以跳出来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太多 才有这个现象 那知道越多 更多 有什么用呢 所以我才会不断的提醒 大家我们用心 来面对一切 包括这里所讲的问题 用心来问 心来问的话 其实对每一个人听到的 我不管怎么回答 都有帮助 用头脑来问问题的话 我认为是很可惜 对别人其实不见得帮助 反而别人也 不光帮不上忙 可能认为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 跟他个人的状况不相关 但是你假如从心流出来 你不管怎么问 对别人都会有所帮助 你看我这样回答 你可以接受吗 接下来是不是可以 从心流出来一些问题 我透过这机会 我也想 多听一下 我们好多朋友 读者朋友 可能也 从各角落 从现在地球各角落 可能都有他遇到的一些困难 一些想法 一些在体验 一些考 瓶颈也好 一些考验也好 可以透过这个机会 都来做一些分享 但是不要把它落在一个生活层面 或是一件眼前的一件事 或某一个人所碰到一些瓶颈 这些瓶颈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 反而我是现在希望因为时间不多 想转到更深的层面 希望大家就是有所 就是有花时间 做一些练习 透过这些练习 有没有碰到一些瓶颈 因为我们在用什么理论去分析 假如大家不投入心 不做练习 不去亲自体验 其实我再讲多少也没有用 我讲了最多也只是理论 真的要体验的是 你是每人自己要 要从这个门户走过去 他不是可以听懂 绝对听不懂的 是要亲自要自己穿过去 穿过这个门 穿过这个门户 而最后是不是透过脑 才可以体验 我所讲的一切 全部生命系列 所带出来的一切 你看这样子讲 各位接受